大家好,我是茶叶 今天我们做一款开胃小菜 绿豆凉粉 这个是圆包装 放在一个容器里 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6 粉占一份,水占6份 也可以把它调成1比7 它的口感相对稍微偏软一点 我今天用的是1 3分之1的凉杯 装在一个小碗里 用同样的凉杯,加6份水 1份加在粉里 其他的5份直接倒进锅里 直接开大火,将水先煮 然后这边我们就用蛋抽 先将粉浆搅匀 搅拌均匀 这时候水锅底有很多小气泡 而且已经开始冒热气了 我们就开始倒入粉浆 一边倒一边搅拌 将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做出来的绿豆粉是没有气泡 而且没有疙瘩 非常顺滑的 绿豆粉由原来的粉浆 慢慢的变成了透明色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将它倒在一个碗里放凉 室温就可以将它放凉 也可以放进冰箱里 放进冰箱里 放进冰箱里会更快 从放凉到凝固 大概需要2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酱汁 碗里加入蒜蓉 两勺盛醋 一勺酱油 再来一点糖提味 点缀一点香油 搅拌均匀 做好的凉粉长这个样子 非常的光滑 滑溜溜的 Q弹Q弹的 这是专用的刮刀 先将它擦成丝 用这个配方做出来的凉粉 非常的筋道 而且不容易碎 直接放在碗里 今天这个配方可以做这样的凉碗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刮刀 直接切也是可以的 这一份就是切出来的 配菜 配菜可以搭配一些黑沫 或者是豆芽 加上一点黄瓜丝 喜欢吃香菜加香菜 葱花也是可以的 再淋上酱汁 喜欢吃辣的淋上一些辣椒油 最后再来一点香脆的花生 再来一点熟的芝麻 真香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清爽Q弹,酸酸的,非常的开胃 不要做太多 最好做完就能够马上把它吃完 隔夜的凉粉会失去韧性 影响它的口感 如果你还有绿豆凉粉更好的做法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哟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